Glampin的造型夾我十分滿意 其實頭髮真的順滑很多 沒想過這支卸妝油那麼好用 兩天的時間我已經感受到它的威力 晚上用完另一天 其實你的暗瘡也差不多燒了一半 Hello 大家好 我是唐文熙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集的主題就是最近大愛 其實我看一看有幾個月沒拍這個主題 最近都試了很多不同的產品 有很多都很好用 今次介紹的除了護膚品、化妝品之外 其實有頭髮護理的產品 加上身體護理的產品都有 只可以說這條影片介紹的所有產品 我自己都十分之喜歡 好 我都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馬上開始 好 介紹之前大家要看一看我這個髮型 我自己是很滿意我今天夾這個頭 這個頭是用了Glampunk的直髮夾去夾的 其實Glampunk的品牌是韓國品牌 所以它也是韓國製造的 它其實已經在全球銷售過一百萬支 很多一線的沙龍和星級髮型師都很喜歡用它 加上這個直髮夾是二合一的造型 它本身裡面是有微震動 做到導入修護 平時這個造型夾我都可以夾到直髮 還有我現在夾到軟髮也沒有問題 一支專業造型夾可以有三個用法 GP225震動導入修護造型夾的微震動導入收護功能 獨有的60度微溫導入護髮 還有這個微震動模式 輸入每分鐘達8000次的微震 完全可以將收護精華導入到髮絲每一吋 而它們的微震動導入收護功能是它們品牌獨有的 經大學測試 使用Glampunk的造型的28天後 都可以有效地把頭髮所受的熱力傷害減到最低 幾乎是不會傷髮 對比起其他直髮夾可以更加保護頭髮 給多個溫度造型小提示給大家 像我一樣比較受損髮質的人 可以調至140度至160度就沒問題了 好 現在先介紹它的用法 它可以做到護髮的功能 拿了Dafinus這個品牌的護髮膜 首先讓你的頭髮是半濕的狀態 用這個護髮膜塗上你的頭髮 當你入手直髮夾的時候 它都會附送直膠夾套 套完進去之後可以當一個護髮夾的功能 開始眉震動導入收護功能 然後調校到它們獨有的60度眉溫 和眉震動模式 然後將頭髮分層夾 好像夾頭髮一樣 導入護髮產品 可以慢慢導入護髮產品精華 然後幫助全面收護頭髮 做完頭髮都變得光澤又順強硬 而疏 如果我平日夾造型的話 我只需要拿走這個直膠夾套 然後將溫度由60度調到平時夾頭的溫度 大約160度左右就已經可以夾頭了 開了這個眉震動功能的話 夾頭的時候會順滑一點 當然大家夾之前都要看你的髮質和髮色 而去減回你適合的溫度 而當你夾的時候 都可以大大減低頭髮的傷害 自己用這個造型夾的話 通常我都會調到140度 其實就已經可以處理到我的頭髮 這個大波浪的髮型大約8分鐘左右 其實就已經可以夾得出來的了 所以Glan Pine的造型夾我自己十分滿意 因為平時一些直髮夾 是不會有這個直膠夾套 這個眉震動導入修護功能 我自己真的超級喜歡 差不多一個星期做一兩次修護動作 其實頭髮真的順滑很多 而這個套裝還有Devinus東方美人護髮泡霧 以及Devinus東方美人護髮油 配合一起用的話 更加修護和保護到頭髮 所以我都很建議大家可以一次過買這個套裝回家 這個套裝總共三樣東西 3000元都不需要 只需要2790元 就已經可以買到回家了 很建議大家試一試這個Glan Pine的造型夾 剛剛說完直髮夾 說完頭髮護理其中一環就是梳 可以說是我自己用過這麼多把梳裡面 我覺得是最好用的一把 是澳洲品牌 是叫Lady J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入手 可能有一些代購會有 如果有的話 我真的建議大家一定要買 因為本身我的頭髮是很容易打卡的 我試過用其他梳 是會卡住頭髮 所以你無法梳下來 而這把梳可以做到解決的功能 加上這把梳的設計 我覺得是做得很好 所有都是通洞 你隨便拿牙籤 或者棉花棒 你就可以撩起頭髮 它是做了有少少的弧度 用上去的時候 是完全很貼服到你的頭皮 都會做一個頭皮按摩的功能 貼著頭皮 然後自己在那裡震震一下 其實都可以促進到頭皮的循環 加上這把梳 它這些梳不會很硬 所以當你按摩的時候 你都不會覺得痛 反而你會覺得很舒服 人大了之後 你這些M字位 好像會越來越高 洗完頭之後 吹頭我都會自己按下頭皮 所以我都很推薦大家買這個品牌 好 第三樣就是介紹抗 平時很多人問我 你那副抗是什麼抗 而我最近經常都戴這副抗 就是OLANDS的MISTI 有時候都想配合自己的妝容 所以我最近很喜歡戴這款 比較透亮一點的款式 直徑也不會很大 但戴上去之後 也是十分有實 雖然它上面是 ASHE CHUCKLE的顏色 但其實我覺得 真人去看的時候 它是會有一種灰灰啡啡的感覺 好像有一點混血 平時我都很怕戴一些很淺色的抗 因為如果真的太淺色的話 你的妝容不夠勁 整張眼睛會好像白內障一樣 這顏色真的比較透透的 也不會像平時的很實色 最重要是戴這副抗的時候 是很舒服 自己戴差不多整天都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都很建議大家 如果已經戴滿了平時的 很自然的啡色抗的話 其實大家都可以入手這個MISTI去試一試 好 講起眼睛的部分 當然不少的就是Mascara 其實我的眼睫毛是很麻煩的 因為我的眼睫毛很容易掉下來 用不適合Mascara 或者天氣比較潮濕的話 就算是一些大品牌的眼睫毛膏 都會掉下來 現在就是找了這個品牌 這個系列的眼睫毛膏 真的會令到我的眼睫毛 就算在這麼潮濕的天氣之下 都完全做得很堅定 就是MAYBELLINE SKY HIGH這系列 這個系列我本身只是買這個Mascara 我選了黑色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刷頭 其實它好像做了一把梳 塗上眼睫毛膏的時候 是不需要害怕 它很容易會沾到你的眼皮 令整個化妝的過程會很瘋狂 當我用這個Mascara的時候 我都覺得是已經超好用 然後發現它伸出了精華液 可以令到你的眼睫毛做到一個修復功能 令到你的眼睫毛更加健康 所以我也試一試它這兩支合在一起的效果 首先我就是塗了這個眼睫毛精華液當底傷 當我一用它的時候 我都覺得其實已經可以令到眼睫毛更加囂張 如果有些人純粹是想令到眼睫毛更加囂張 但又不想塗Mascara的話 其實可以只用這個眼睫毛精華也沒問題 像我現在這個妝 我也是用了這兩支的Mascara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的眼睫毛是超級囂張 現在天氣是十分潮濕 但是我用完它之後 我自己拍片都拍了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我的眼睫毛也是很堅定 如果要買的話一次過買兩支 買的時候它是有這個組合 179塊 就已經可以買齊這兩支回家了 好 來到第五樣 就是Guelan這個卸妝油 沒想過這支卸妝油是這麼好用 雖然它的價錢真的比較貴 但是我覺得是值得 有時候你很怕用完之後會生粒粒 或者你乳化不夠的話就會阻塞毛孔 一支是完全不會的 它做乳化動作只需要很少時間 就已經可以乳化得很乾淨 有些油的質地比較厚重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堵塞到你的毛孔 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實它這支油的流動性是十分之高 擠出來的時候都會有一種比較水感 卸妝的期間 通常人們都會不停按摩 可能你這些比較多角質的地方 或者比較髒的位置 搓幾搓 然後粉刺真的會自己剝下 用下之後都會覺得很清爽之餘 洗完臉也不會乾 加上下得很乾淨 就算我曾經試過我已經用完眼唇卸妝液 然後用這支卸妝油卸上眼睛 還有卸上嘴 都是很快就已經卸得很乾淨 差不多每一天用 已經用了一個月 其實都是用了半支都沒有的 所以對我來說這支卸妝油都可以用很久 用了它之後都真心有驚喜 好 那另外螢幕面前的你們有沒有暗瘡的困擾呢 之前都有提及過我吃過A酸 然後其實我的皮膚都相對於比較穩定一點 但是經過這個新年又喝酒又夜睡 然後不停每一天都是玩的節奏 所以我的皮膚都真是頂不住 爆了一些粒粒的額頭和臉的位置 然後我就在想有什麼可以對抗到暗瘡呢 我想說這支暗瘡膏是超級好用 記得大家要選這個 這支是重點針對一些暗瘡位置 有些人可能心急 點暗瘡膏的時候就會口敷你自己的暗瘡 這支其實是酸性的暗瘡膏來的 所以都要提醒大家不可以用那麼多 通常我都是洗完臉做完所有的護膚步驟 最後一步薄薄敷一層起你的暗瘡重點位置 晚上用完另外一天其實你的暗瘡都差不多燒了一半那麼多 好那來到臉霜了 剛剛都有說過 最近的膚質狀況都是比較差一點 很不穩定 我也在想一想有什麼可以改善我的膚質狀況 平時塗臉霜我有試過一些便宜的貴的 看到我的皮膚真的太過誇張了 所以我也忍不住要動用一些比較貴一點的臉霜 用了兩天時間就令我的皮膚回復軟熟 暗瘡狀況都是完全消失 就是這個POLAR的臉霜 它是有一點香味 但它不會有很像鼻的香料味 所以我塗的時候都很喜歡 這個比較貴一點 所以我也不捨得塗那麼多 試上手給大家看 它一推的時候都是很滑身很容易推 現在這個天氣真的比較潮濕 所以我也受不了開冷氣 然後另外一天洗臉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你的臉是很軟熟 夠水溶 是令到我的膚質狀況穩定很多 加上就算你之後上妝 你都會覺得好像貼妝很多 當然這個臉霜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可以撫平皺紋 重新膠原蛋白 提拉緊緻 美白滋潤 再生透明則算 兩天的時間我已經感受到它的威力 價錢是2690元 如果我覺得這個價錢可以換取我的健康膚質 其實我覺得是超級棒 剛剛就說了很多臉部肌膚護理 最後一樣就是要說一下身體護理 一個lotion我真的很推薦大家去用 它寫明是BB用 見過iherbs上面的評語 很多人用完之後都說皮膚越來越滑 還有有些人是有濕疹的狀況出現 都說慢慢有改善 質地是比較清爽 只需要用很少份量 其實就已經可以塗勻全身 重點這支lotion BB用得的話 即使敏感肌膚都用得 用了一段時間 我都感覺到我的膚質是會比較水潤 還有有時候你的手位 很多一些細的紋路在這裡 保持著塗的話它是會越來越淡 有時候後面部的肌膚可以暴露年齡之外 其實你身體這些細的位置 都是很容易暴露年紀的痕跡 身體護理都必須要做 它的價錢只需要113元 其實就一支已經可以用很久了 所以我都很建議大家入手這一支回家 好 那我就已經介紹了所有最近大愛好物了 其實以上介紹的所有產品都是發自我內心介紹給大家 我都希望新一年我都可以試用到不同的產品 然後再去告訴大家哪些好用才去買 如果大家立即想買的話 我盡量都會放一些連結 在info box 好啦 我都不說那麼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 一定要like這條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加上可以share給朋友知道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